每星期洗顺三天 洗顺的过程冗长而烦闷 不过 相信不管谁看到个性活泼 天生一副笑脸的冯一鸣 都很难沮丧得起来 因此 身上充满着快乐能量的一鸣 才当护士一年 就跟顺扭建立下深厚的情谊 当护士是一名从小的志愿 自从在慈激洗顺中心上班之后 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 上班对他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每天回家都迫不及待地 要跟家人分享 他在慈激的所见所闻 我都会以那些 圣女他们虽然走了症病 可是他们都会发愿出来 一起做事工啊 那种精神可贵啊 我都会回家跟家人分享 顺便鼓励我的家人 有那么身体健康的身体 一定要出来为社会服务 以圣女他们为榜样 我是希望是职业和事业都一起在进行啊 一起在做啊 快乐会感染 顺恋也一样 一名今年决定参加慈激的准建训培训课程 同时 他的弟弟冯元宏 从高中毕业之后 也蒙起想要当白衣大使的念头 身为姐姐的一名 立即鼓励元宏申请慈激的护理文凭奖助学金 正式被录取之后 还陪他一起出席护砖新生明星日 从我姐姐开始去爆读护砖的课程的时候 然后也开始慢慢对护理课程兴趣 然后也看大一台 看见经营商人开始 看他们护理称作为百一大使 很伟大 可以到处去帮助人看病医疹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可以帮助很多人 也非常开心 有这机会可以参加这个护理课程 成为医护士 家长陪着孩子出席护装新生明星 既签约仪式 一起了解慈激职业及职业 但愿着八位的未来百一大使 在满满的祝福声中 顺利踏上护理之路 大爱新闻杜惠希黄映碧王毅君 马来西亚槟城采访报导